欢迎P20、P20Plus、无远MWC2018将年期发布 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将于2月底正式开幕 本次盛会将迎来三星Galaxy S9和S9家 除此之外,小米、HMD、LG等厂商都会推出新产品 作为中国头号手机的制造商 华为会不会在本次盛会上发布年度旗舰P20呢 我们知道,华为在MWC2017上发布过旗舰P10和P10Class 由此推测,华为极有可能会在MWC2018上推出P20 不过最新的消息指出,华为P20可能会推迟两项了 根据报道,华为可能会推迟自家旗舰P20 预计会在3月底4月初单独举办一场发布会 届时P20将正式亮相 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啊 华为P20会采用全面屏 搭载麒麟970处理器 配备6G级内存 加128G级存储 拥有新一代的来卡式上头 成像素质 值得期待 按照惯例 拥有更大屏幕的P20 Plus也会与P20同步推出